S7包围对手,豪华占跑 第上个礼拜同大家去德国试过全新S6之后 今次再看近乎孖山兄弟的S7 明明不同型号的,为什么会叫做孖山呢? 其实两部车不止车头设计 例如家族招牌的盾型鬼面罩 Cion Pass头灯,LED日间辅助灯 以及S-Line包围都同S6一样之外 连动力核心的4公升V8TFSI引擎 可以输出420匹马力和550nm扭力 采用7前速S-Tronic,自动波箱及四轮驱动 也都完全一样 既然一样,究竟S7还有没有它的存在价值? 生产的当然有 S7的车厂装王比S6更豪华 例如中控台上的黑白环件物料 是由铝铜木高压制成 整体车身尺码也比S6大 由后轮去到车尾足足有1123mm 令S7拥有535-1390升的尾箱空间 全新推出的S6和S7都配备气缸管理系统 亦即是,在引擎低负荷的时候 转数介乎960-3500转 达到三波或以上波段 以及时速达到25公里以上 这副V8引擎就可以关闭其中4个气缸的运作 从而达之,省有效果 每8公里,油耗只是9.6升 做到性能与哲能兼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